欢迎你再次回到福音协军会和救助协会的年会 我现在跟你分享的主题也是跟落实有关 我们说我们的总的主题是意向创新跟落实 我们要怎么样让服务的工作落实 怎么样让1919的事工落实 怎么让1313的事工能够落实 我要用2019年全球领袖高音会的一个信息的战要来跟你分享 我要跟你分享两个观念 一个观念叫做转化树 另外一个观念叫做转化桥 什么是转化树 当我们看一个树的时候 我们一定注目在上面的树冠 哇这树冠长得粒油油的 哇这个底下这个栗草如荫了 我们说哇这个树干长得真漂亮 做黑松或者做国泰保险的广告 大概是蛮适合的 那我们都看到这个树冠 但是比较少注意 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树冠 因为底下有一些枝子在那里支撑 那这些枝子为什么能够支撑住这个树干 这些树冠 因为底下有一个非常粗壮的一个树干 这个树干能够传递水分能够传递养分 而这个树干能够长得这么粗 能够支持这么美的一个树冠 因为在那底下有树根 而这个树根扎得深扎得广 所以树就能够长得这么漂亮 如果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树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转化树 这个转化树呢 我们看见了都常看见树冠 树冠是什么呢 树冠就是事情的结果 但是我们很少去思想它的树枝 树枝是行动就是行为 而这个行动行为呢 底下树干是什么呢 底下树干其实是价值观 而这个树干能够长得如此 是因为有树根 这树根是代表它内在的信念 所以我们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面对一个人 我们不要只看见结果 我们其实要注意它的行为 但是有这个行为你就要思想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行为呢 背后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价值观呢 它生存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能够这样分析一件事情 如果能够这样看一个人 我们才能够看得很准确 比如说我们在培徒班里看这个孩子 怎么搞了这么调皮捣蛋 怎么搞了老是欺负其他的孩子 怎么喜欢动手动脚把别人给打哭了 哎呀这个结果真是糟糕 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跟他来往 他变得很孤僻 变得人际关系很糟糕 大家都嫌弃他 在学校同学老师 大家都看这个孩子 坏孩子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 他的结果就是坏孩子 坏孩子就成为他的帽子 戴在他的头上 说他是专来欺负人的 而坏孩子就戴在他的头上 但是呢 他背后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呢 他背后的行为是他用夸张的动作 喜欢消叫 用夸张的动作捣蛋 用夸张的动作欺负别人 这些行为造成了带来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坏孩子坏蛋 但是我们很少注意 这个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注意这个行为真糟糕 这个行为真是可恶 但是你很少注意这个行为背后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他的价值观可能就认为 我比别人强 我才会有出息 我才能够出人头地 所以我要比你更强 所以我就要前头出来 我就要让你听我的 我就要比你更厉害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他认为我比你更厉害 我才能够出人头地 这是他的价值观 那里面的信念是什么呢 他里面的信念就是 我要赢 我要更强 我要赢 我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要赢过你 不管这个方法你喜不喜欢 这可能就是他的信念 你要怎么样改变他的行为 你要怎么样改变他的结果 你单单改变结果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能够改变他的行为 你要怎么样改变他的行为 所以你能够改变他的价值观 和他的信念 如果他的信念和价值观 能够改变 行为才可能改变 你让他知道 你想要赢过别人 但是呢 却让别人受伤 这样是没有用的 你要让人真心的钦佩你 这个才有用 所以你不要一直想要赢过别人 你需要改变的信念是 让人钦佩你 让人喜欢你 让人愿意跟随你 让人愿意受你的影响 而拳头是没有用的 改变他的信念 价值观改变了 行为就会改变 结果就会改变 我们要落实 让我们教会建造落实 让我们服务能够落实 我们到底要怎么落实呢 我们必须要建立 转化术的概念 从今以后 看人看事情 能不能不要只看结果 我们从结果去 察觉他背后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行为去 分析他的价值观 我们从价值观去了解他的信念 然后我们设法改变他的信念 改变他的价值观 改变他的行为 好将他的结果能够改变 如果能够这样 我们就能够落实了 这就是转化术的概念 但是在整个转化的过程里面 会那么愉快吗 未必 转化的过程 其实通常都是蛮痛苦的呢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个转化桥的概念 这转化桥的概念 你从左边的这一头 它原来是很安定的 你可能面对一个食物营养的个案 你可能面对一个急难家庭的个案 他们家里虽然穷 家里也许没有那么干净 也许东西有点乱 也许人自我形象不怎么太好 也许人的态度不怎么样 也许人际关系有点差 但是他们也过得蛮安定的 虽然穷就穷 虽然年纪关系不好 也就算了 他们就这样蛮安定 可是当你希望改变他的训练 当你要改变他的价值观 当你要改变他的行为 期待他结果能够改变的时候 你可能会建议他做这个 你可能会要求他做那个 你可能会陪伴他 希望能够改变他 改变他放东西的习惯 改变他的卫生习惯 改变他的用钱的习惯 改变他跟人沟通的模式 当你做这些改变的时候 其实对他来说 他会进入一片动荡的里面 他完全不能适应 讲话 为什么一定要先说请 为什么要跟人家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称赞人说你真好 我为什么要来这一套 我就是真诚表达我自己 我看不满意 我就是很帅气的 跟你说我就懒得理你 但是当他做这些改变的时候 就是他带来情绪的混乱 带来行为的混乱 带来习惯的混乱 带来生活的混乱 可能反而是混乱 你不要以为改变就是会变得更好 可能要经过的是一个动荡期 甚至从动荡期要进入一个更混乱的时期 而这种混乱的时期 慢慢能够安顿下来 然后从安顿了才慢慢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所以所有的改变 所有事情要落实 他的过程其实都是相当艰辛的 都是相当痛苦的 我们能不能接受当你要改变一件事情 当你要改变一个人 你需要陪伴他 你需要忍受他 你需要帮助他 而且鼓励他扶持他 让他能够从安定进入可能会有的动荡 然后从动荡里面慢慢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混乱这个时期 但是当熬得住 当陪伴他 度过这个混乱期 慢慢的他都能够安顿了 当他安顿下来 其实卫生习惯改变 其实家里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丢掉 让家里更整齐 其实蛮舒服的 当我讲话比较客气说请 当我会懂得跟人家说对不起 当我懂得撑在人家说你真好 人家跟我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他慢慢就能够安顿下来 而这个安顿就会养成一个新的常态 那个新的常态就让我们家庭更健康 让我们人际关系更健康 让我们的态度更健康 让我们不需要一直依赖 别人给我们救助金 给我们食物包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家走过这样的比较溃乏的生活 他开始能够因为人的改变 他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他能够找到比较好的收入 他的家庭整个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个人 要落实一个工作不是只有例行公式 两个月给他一个食物包 每个月给他五千五连续四个月 然后就把他孩子带来陪图班 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这些例行的公式 并没有转化这个人 并没有转化他的家庭 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们所做的还是很表面 我们需要做的是真正能够叫人转化 而这个转化我们要用转化术的概念 不只看见结果我们要看见行为 看见价值观要看见信念 改变信念改变价值观改变行为 我们才能够改变结果 而且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接纳 我们必须要陪伴 我们必须要从西手走过一个动荡期 混乱期 安顿期 然后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态 但愿所有的事工 但愿所有的服务 但愿教会的建造 但愿社区的服务 都能够借着转化术和转化桥的概念 能够落实在你的教会 落实在你的社区 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你 上帝一定会与你同行 带你走过一个建造的过程 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 让你的社区成为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所在 我们一起来努力 愿神赐福给你